晚安 欢迎收看台湿五间新闻 我是刘亦涵 宜兰县长林子庙卷入弊案风波 林郑淑在昨天二度搜索县长官邸 并且约谈了林子庙的儿女 多位县府的一级主管 而在今更凌晨 检调队林子庙还有女儿林一玲 以及农业处长康丽和等三个人 依照涉犯 土利罪跟财产来源不明罪 向法院申请鸡押觐件 警方甚至发现了 林子庙的儿子林佑泽 跟国务党前立委杨吉雄 涉嫌藏匿证据 分别裁定两百万 以及一百五十万元交保 县长请问是说明什么案件 谢谢您 和上个月首次约谈时相比 精神还不错 凌晨一点半 宜兰县县长林子庙到地检署复训 深陷土地弊案的他 全家人都遭到约谈 身穿黑色外套 手拿雨伞就是林子庙的大女儿林一玲 简连从二十二号白天 一直到二十三号凌晨 二度搜索县长官邸 和约谈局处首长之后 任地县长林子庙 大女儿林一玲 和农业处长康丽和 涉犯土地罪 而林子庙更涉嫌财产不明罪 三人遭生涯境界 一切都和土地免征增值税 涉嫌土地案有关 这回简连还有重大发现 在上个月十四号 征讯结束以后 被告林子庙之子 林某则 在离去本署之后呢 就跟被告杨某熊 杨某火等人 共同涉嫌藏匿本案的证据 你有燕灭证据吗 不发一语上车离开 林某则的哥哥 带两百万到地检 帮弟弟交保 而前立委杨吉雄 和弟弟杨要火 财地一百五十万元交保 另外财税局长卢天龙 以及建设科处长龙飞驰 以涉嫌土地罪十五万交保 为县长报区 林子庙卷入弊案 朝野民众看法多元 县长的官邸 远然成为犯罪指挥中心 如果你真的没有不法 为什么从事发到现在 也都没有出来 做一个反驳 检联两婆大搜查 宜蘭县将近三分之一的局处长 被约谈 司法理清真相 还需要时间 以为年底选战掀起波澜 今天亚文报导